今天的訊息就是在金錢奉獻上的中心 我很多時候都講到在侍奉上的中心 在處理生命上的中心 不過講錢就是失感情的 很多人一聽到講錢 有些人很怕去教堂 有些國家是不敢傳奉獻袋的 因為怕那些人不敢回來 講錢失感情是否牧師又為了甚麼原因呢 其實我感謝神給我 我是義務是奉 神供應我需要 我就不在這裏收任何的入息 而我們的奉獻 除了我們必須要的經費之外 其實其他都是用在宣教上的 也都是想想怎樣去幫助這些國家 很多人一講到錢就怕 但其實神講到祂是掌管一切 錢在祂手中 祂一定幫到我們的 第一件事就是神給我們無限的恩典 其實神的恩典很無限的 其實任何一件事 你小感一點都會很有問題的 很簡單 就算沒有手指揮 很多東西都很不方便的 任何一件事 我們沒有頭髮 很多人都會覺得 嘩 你很難接受 如果你一夜之間 你的頭髮沒有了 你不敢見人了 可能要等一段時間適應 任何一件事 或者內臟更加嚴重 如果身體有什麼問題 實際上我們很難 很難承擔 而我們有的一切 有耶穌的恩典 有太陽與水 有神無限的恩典 有教會這麼多的支持 因為很多人都說 在外面很難找到真誠的朋友 而我們在這個教會 很想建立人 真誠服侍 真誠幫人 不是為了自私的原因 是單純想祝福人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做的時候 一直想著 為了自己的驕傲 為了想比較 要競爭的時候 神是不喜歡的 所以我們鼓勵 第一次會 不要做白做 白做是浪費時間 還有我們的一切 我們的健康的食物 這個自然界 這麼多美麗的東西 都是給我們享受 都是神給我們的 你想想 如果世界沒有了 花草樹木 其實情況會是怎樣 真的很不同 其實我去很多國家 我覺得香港真的很好 因為很多國家 你不會見到 這麼漂亮的花草樹木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泥土都是乾的 泥土是乾的 是看不到 這麼漂亮的花草樹木 是很少蝴蝶的 很少我們看到的東西 譬如我們今次去的地方 大路是可以的 但是小路是慢到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凹凹凹凹很重要 那些車走得很慢很慢 比我以前去的那些 非洲國家更加慢 就是看得到 其實我們有的一切 如果我們損失一些東西 我們都會很不方便 如果香港的路是這樣的 哇 你上班要走一個多小時 就是為什麼呢 同樣的路 不過那條路 竟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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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用地鐵都可以很順暢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恩典 我們就多謝神 多謝神 神給我這麼多恩典 我就願意獻上我的生命給耶穌 而且獻上不是白費的 耶穌稱讚這個窮寡婦的奉獻 這個窮寡婦的奉獻不多 兩個小錢 但是神稱讚它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真是規決的時候去奉獻的 馬歐福音十二章四十二節 有一個窮寡婦來 有經文一起讀 旺女投了兩個小錢 就是一個大錢 耶穌叫門徒來 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窮寡婦投入婦女的 比眾人所投的更多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 投在女頭 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兩身兵都投上了 他兩個小錢 就是那兩個小錢的價值 他的大錢真的不是很多錢 譬如兩元就變了兩元 兩個一元就變了兩元 那個大錢是這樣的 一個大一點的數目 耶穌叫門徒來 我告訴你 這個窮寡婦投入的婦女 比眾人投入更多 原來神看人看他的心 不是看你的數目 因為這個窮寡婦很缺乏 但他有信心奉獻 那他有信心奉獻 他會不會將來受到天堂 神罵對不起 因為你奉獻了 所以你現在不能吃了 餓死了 這麼快上去天堂 我相信神不會的 神是一定會有方法 神是真的有方法 我自己曾經 離開香港的時候 因為我第一個太太已經離世了 她適應不了香港 我回去的時候 因為聖年充滿 傳統的教育 很需要無師 但是他們不會接受我回去 在這個時候 是困難的時候 每一次有的機會 是幾個月的時間 即是起初是沒有的 沒有任何的經濟 我去祈禱 我深信 神一定有他的方法 神一定有他的路 起初的時候 是有幾個月的時間 有些供應 在這個時候 我一邊祈禱 我一邊祈禱 神你一定有方法 即我是堅持的 雖然環境是困難 但我堅持神一定有方法 神一定幫助我的 神真的供應 但供應一段時間 我供應又斷了 即是 那個時候 是我和以前做牧師很不同 因為我以前做牧師 是有穩定的人工 穩定的人工 而中派根本 經常都缺乏牧師 所以你一定有工作 現在我中英文都流利 根本我很多教會都可以去虧 但現在聖年充滿之後 這些教會就不接受 而聖年教會 通常來說是這樣的 他一定要接落 他接落的人 即是比較通常來說 有些聖年教會 未必會接落你進去 即是 其實有些 當然也有很多是接落的 不過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呢 在那個時候 神教我真是供應 其中我看到供應什麼呢 有一個很奇妙的情況 就是有一個 當時的牧師 他也是在幫我一段時間 他說有個牧師 請他去修營那裡 去講兩篇道 他說我去得一次 我不想去第二次 不如你去另一次 那我就跟他去另一次 又去到那個牧師 其實我不是叫他來講兩篇道 是講一篇道 另一篇呢 只是 另一次呢 我只是叫他來參加聚會 那他說 不如你來了你就照講 那我就照講 那當時 即是短 因為有另一個牧師講的 即我是 加插時間 而另一個牧師講的 就是陳奴輝牧師 大家可能不會聽過 就是這個愛修營的主任牧師 他是認識的 我們兩個以前是認識的 認識了很久 那他說 你現在怎樣 我說我經過聖靈充滿 即是 善逢看到很大的火口 不過現在我回來 就暫時沒有這個機會 那他說 我跟你留意一下 那第二天我就收電話 那就是有個牧師 因為他就 那天牧師也是律師 來的 就幫陳奴輝牧師做律師的事 那然後呢 做完之後 他就 陳奴輝牧師就問他了 有什麼我幫你 他說我想找牧師 我剛剛昨天見到牧師 立刻就把電話給他 其實是同一天 他第二天打給我 即是同一天他見到那個牧師 那他打給我 但是那個教會呢 是完全未復興的 那我就嘗試大陸復興 即是大陸班年輕人 十幾個年輕人 即是在一年的時間 我們有十幾個年輕人 穩定回來 那但是這個教會呢 是不太接受了 那還有經濟很困難 完全是這個牧師的 他自己的錢 支持這個教會為主 那些人的奉獻是小到不得了的 那他們一年完了就沒有錢了 沒有錢了 結果我們要離開 但是離開呢 總之另外有個牧師就跟我說 他說你可以申請這個軟木課程 他說軟木課程呢 你就會可以同時可以 你就有人工 你又學 學完呢 你就可以做正式的軟木 那我去申請 他說已經今年滿了 你不用申請的了 沒有滿了 很多人申請的了 後來告訴我 有百幾二百人在申請 那我照申請 即是照弟子 遞了給他們 那一遞給他們呢 是因為沒有消息 到最後 最後那十天有一個消息 最後一個禮拜有另一個消息 一個很遠的一個很近的 當然是近的那個 那那個秘書告訴他 我們有百幾二百人 你為什麼有百幾二百人 如果找我呢 我就覺得是神 神推 下幾個我不說了 是神推 神推 然後呢 然後呢 他還問我分享 我分享 我經歷聖靈 我又不太 不管他是甚麼人 照說 其實他們是不接受的 為甚麼經歷聖靈 經歷神的愛 因為他們的 院目的原則 就是千萬不要傳福音 傳福音呢 你是積炒 他只是關心 問候 是不准傳福音的 即是以前有傳福音 但是那些人 聽聽聽聽這些院目 哇 他入醫院還要聽福音 他當然不肯 於是那些醫院 就怕 他怕這件事 就只是找院目來安慰 關心 其實呢 我已經試過兩次失手 被人知道 因為我總是 有些人真是很想幫他 但是呢 神保護我 其實是很特別的 其實我應該老早被他解僱 應該老早停了 沒有完成到那個 但是神又被我完成 然後呢 到後來怎樣呢 到後來呢 我便 因為沒有時間申請 我又在同時做了牧師 我又在做這個院目 臨到最後那十天 我才打電話去 當時的一間華人醫院 在那裡 去申請做院目 他說 我們有院目的了 我說 我可不可以跟他談談 他說可以 我打電話去聊天 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快要走了 我還有十天走 我說 那你不如給我 給你上司的電話 他給我 然後我打給上司 如果再早 可能他還未走 再遲 他其實有另一個院目 其實不喜歡我 因為他不喜歡我 像我一樣 有心真是信耶穌 想人信耶穌 他曾經投訴過我 有人投訴過我 透過他 他知道我不是那些 不同他們的路向 如果那個院目知道 他老祖找他的朋友來 但是呢 在他未找之前 這個院目 我就取代他的位置 他就要十天走 我就馬上去 馬上去 馬上那個 很有趣 馬上跟他說 我請你拍攝 不要緊 我們給他幾人工 可以不可以 可以 OK 好 即請 即請 那個院目都未知 我想說就是這些 這樣的供應 那供應到何時呢 因為裏面有些人不是很喜歡我 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一個牧師 其實我會盡量跟他們友善 我上司已經跟我說了 有些人投訴你 他跟我說了什麼時候 剛剛我準備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下個月走了 即是到時候這個工作就完了 就是回來的時間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神的供應很奇面 他是超越一切 在最困難的時候 會讓我去那間教堂做一年 然後接著有軟木日 那麼多人排隊 個個都進不了 為甚麼找我呢 就是神推 神推去 所以結果能夠去得到 而去到什麼時候呢 就是剛剛你要回去 神要你回香港 你就回香港了 其實我是老早想回的 我已經想著跟他辭職 不過他問我 我就說好了 因為他有些人不喜歡 就是有個真是熱心的牧師 其實我在那裡 我都沒有跟那些同事傳播音 就是跟他們傳播音不行 即是立刻告法 但是總之他們有些東西 見到不順眼 就是 那這個不要緊 就是神的供應 所以我 這個寡婦 一定有神的供應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會供應我的 神會祝福我的 我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神經理都說過 你的財保在哪裡 你的心都在哪裡 即是你第一件事 奉獻的心 即是你的心放在哪裡 你的心放在錢 錢就是你的財保 你的心就去了錢那裡 你是打算買東西 消費 享受 你的心就在那裡 你整個人的生意就去那裡 你的手機玩手機 你就去那裡 戀愛 就是去那裡 即是你無論你的財保 你放你的錢在哪裡 你的心就在那裡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的心是放在神那裡 因為放在神那裡 是最上算的 可能就覺得 我放在這個世界 我得到世界的東西 但是這個世界的東西 是真的很短暫 到有一天 有幾有錢的 我曾經見過一個 其實我見過很多 很有錢的 他是臨死的時候 我見過一個很有錢 真是 當時來說 也是曾經在州政府 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但他臨死的時候 是很淒涼 怎樣淒涼化呢 他全身發紅 即是 你看到他都紅 你真是 即是你那些皮膚 你真是手拗 又不能拗 總之 整身是辛苦到不得了 即是 其實我見過很多人 他有一次都好 是很淒涼 當人的心放在這個世界 他以為得到東西 但這個只是短暫 但我們得到是永遠 並在今世都得到神的祝福 我感謝神 我回來香港 神都供應我 以至我可以去到不同國家祝福人 這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問問自己 你的財布在哪裏 你實際的投資在甚麼上 你的心裡喜歡是甚麼 你喜歡那些東西 你的生命就在那裏 那下一點我們要明白就是 偷取十一奉獻 是偷取的 奪取神的公物 就是偷取的 馬拉基書其實是一卷給我們反省的書 因為他前面就講到那些人藐視神 他說我怎樣藐視神 他說因為你獻上殘疾的 獻上那些不好的祭物給我 而這裏就講到 為甚麼你奪取我的公物 我們一起讀 馬拉基書三章八節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 你們竟奪取我的公物 你們卻說 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公物呢 就是你們在當立的十分之一 和當獻的公物上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公物 就再就臨到你們身上 民君之爺說 你們要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傳言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良 以此是善可 是否為你們闖開天上的窗戶 拼覆於你們 甚至無處可用 萬君之爺說 我必為你們斥責無從 不容它毀壞你們的土產 你們田間一葡萄樹 在未屬之先 也不調果子 萬君之爺說 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 因你們的地 必成為美樂之地 這個第一呢 我們就知道 可能有些人就說 這個是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說十一 新約有沒有講十一呢 我想告訴大家 新約有講十一 我先看耶穌講 耶穌講到十一 馬太二十三章二十三節 是新約的 一起讀 你們這假冒為是 民事獲法 你塞人有和了 因為你們將薄荷 勤昌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事 就是風義憐憫信實 反倒不行了 這更重的事 你們當行的 那也民事不可不行的 這個廣道呢 其實他們獲十分之一 應該獲牛羊那些 不過那些法律菜人 就只是獲上菜 那些獲十分之一 那他們就 你們獲上這十分之一 但律法上更重的 就是公義憐憫信實 就是生命中公義 遵從神的吩咐 憐憫人和信實 信實其實在憐憫 就是信靠神 亦都是信實 兩樣的 一個是信靠神 一個是生命的信實 這些你就不做 這個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公義憐憫信實 因為這些更重要 更重要的 你們要做 那樣東西都是不可不行的 所以耶穌說十一奉獻是不可不行的 為什麼十一奉獻呢 因為這個就是 教會能夠的資源 封印是免費的 耶穌是免費為我們死的 但是傳遞封印 租地方要錢 所有水電 所有的侍奉人員 雖然我不仇身 但是我們其他侍奉人員仇身 或者宣教都是需要錢的 這個就是十一奉獻 就是使神的加油糧 我們能夠祝福更多人 將福音傳開 就是說 講到這些是這麼重要的 我們應該做 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不過也不要說 不做這個十一奉獻 曾經有一個人 在教堂那裡 另一個傳導人說 不是跟我說 另一個傳導人說 他說那個人說 我在教會有參與服侍 那他參與服侍是一場師班 其實不是很多的事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不奉獻 當然那個傳導人 就會回答他不可以 因為這個聖經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不可以空手見神 就是每個人都來到神的殿 是不可以空手見神的 希望大家聽到 不要覺得 哇 牧師你一直吹逼我們 不是我吹逼 是神吹逼 但是神是給很多恩典的 我們數恩典 我們說 其實你身上有的是哪一件事 如果神收回那件事 你可不可以承擔呢 我們都說我們不可以承擔 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不要說 就是 奉獻就 怕 但是呢 神給了那些 我就千萬不要拿回 當我奪取神的貢物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件事是神的 就是要計 好了 他說你們奪獎的貢物 在哪件事 你們說哪件事 就在當立兩件事 一個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獻 和當獻的貢物 因為他們有很多節旗 和其他的感恩祭 很多的祭物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Tithe and Offer 十一奉獻和奉獻 十一不是叫奉獻 十一是如常英光比的 有其他呢 以外的那些叫奉獻 他說因為你們在 當立的十分之一 和當獻的貢物上 你們通過的人都奪取外貢物 奏獻就臨到你身上 這裡看到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當人不遵從神 不遵從神的時候 就帶來一個破壞 甚至是奏獻 人當人犯罪的時候 就會帶來後果 我希望大家不是怕這個後果 而是說神這麼好 我想神的恩典 亦都想走神的路 這句說話是一個很寶貴的應許 我們今天都讀這個經文 作為我們陪的金句 馬拉基書三章十節 萬鈞之爺華說 你們要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良 以此事是可 是可為你們闖開天上的窗戶 經福予你們 甚至無處可用 再讀一下 馬拉基書三章十節 萬鈞之爺華說 你們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良 以此事是善可 是可為你們闖開天上的窗戶 經福予你們 神至無處可用 然後神就說 你們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良 我家是什麼呢 天堂實有良 不是說天堂 是說神在地上的家 這個地上的家 就是說 神的家 牧養的家 所以這個奉獻 在哪裏呢 就是你得牧養的地方 神的家 在地上的家 就知道 就不是 和你無關的家 因為有些人 是這樣的 他們的奉獻 主要去到一些他喜歡的暴徒家 但是那些暴徒家 又和他的 沒有牧養他 但是他自己教會得牧養的時候 他應該是奉獻 拾一奉獻在他自己家 其他以外 他可以幫其他事務 是可以的 這個就是 將當立 應該立的 十分之一 全然 全部 不是一部分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菲律賓 有個教會 是由貧民區變成 是貧民區的 現在都是貧民區 但是那幫人 已經全部經濟很好 我去到也有那些人分享 講到他做生意 怎樣困難 但是神的開路 怎樣充足他 充足地供應他 神真是將恩典賜給他們 他們是幫很多人的 這個教會很特別 他的名字都很特別 叫做 The Warm Body of Christ Family 即基督溫暖的身體家庭 真的很溫暖 為什麼呢 我進去這個教堂 我們整班人一起進去 那時候是短孫的 進去 是有幾十個人 跟我們打招呼 因為 那裡的人 歡迎 不是這樣打招呼 是歡迎 很開心 還有在教會裡面 很多次的牧師 會呼籲人 一起感激神 多謝神 或者跟對面的人 祝福你 各樣的表現 是很熱心的 而他每個月 是有四次的宣教 一次就是外國 另外三次就是在本地 那去做什麼呢 就是去侍奉訓練 而我去的時候 他也是一些侍奉訓練 那在侍奉訓練的時候 他做什麼呢 他就訓練牧師 其中一件事 他就要他的牧師舉手 他說 誰有十一奉獻的 請舉手 真的這樣問 我通常來說 我不會這樣問人 真的 很多個沒有舉手 我求助幫助 原來有很多人 在這件事上 他們站不穩 我們求助幫助我們 使神的加油量 試一下神 是不是為我們闖在天上的初戶 傾福於你 我們甚至無處可用 甚至那些恩典是多到不得了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做 我自己在我信主的教會 在香港那時候 當牧師講了一次 十一奉獻 我就開始做了 那時候我是學生來的 我周末做一些工作 我就開始十一奉獻 然後我後來就fulltime教書 我也是十一奉獻 就是我真的去做 並且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這個我是分享不是誇要 其實神簡選我 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好 因為我很多不好的地方 神都射念和改變我 不是我好的地方 我曾經去做工 那時候我去托汽水 暑假 我周時就做這些 托汽水呢 那時候很夠衝勁 推的汽水很重 最初真的推不到 因為四五盤 在車子這樣推上斜路 還有去龜貝灣是最挑戰的 龜貝灣怎樣呢 是有不知道 他們數過三百多級樓梯 一口氣要下來 因為我一盤汽水 一上了你博 通常來說 我們細水三盤 細的汽水三盤 那下龜貝灣就不會拿那麼多了 大汽水就兩盤 就一路下 上來就空瓶 但是一樣一樣要拿兩三盤 那就走上來 一下去就沒得停了 就要下了 又上了 那我就在那時候做 就有大約兩個星期 我沒有上班 但是他照給人工我 我就拿回那張資料回去 我就說我沒有上班的 因為我信耶穌 所以我就會給你 因為耶穌呢 我們信耶穌 我就不會騙錢的 我就給你 這些都是神歡喜的 神就為我預備 讓我有機會去到 神呢 有人跟我說 你想不想去外國讀書 那就預備 讓我能夠有機會去讀神學 這是神的供應 根本以我的 我的入色都沒有可能 但是神為我供應 就是當你走神的路 神就會供應給你 還有我現在學很多東西 都是我小時候沒有機會的 但是神就會給我機會 逐樣逐樣學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你走神的路 你會看到神的祝福和供應 真的打開天上的窗戶 慶福與你們 甚至無處可用 我是親身經歷很多很多 像我上一次 講到剛剛在之前 在離港的時候 那種經濟的情況 是我沒有試過的 但是神都供應 我希望大家深信 在幾困難的時候 神都會為我們 打開天上的窗戶 這幾個圖 當我忠心奉獻的時候 神就打開天上的窗戶 慶福與我們 甚至無處可用 就慶福到我們 有這麼豐盛的恩典 和能夠祝福這麼多人 然後這裡講到神的保護 然後在馬拉基書下面 他就說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會為你斥責蝗蟲 原物是吞噬者 不用它毀壞你的土產 那因為 翻譯的人覺得 吞噬者是什麼呢 他就覺得是蝗蟲來吃 但這個可以是任何東西都可以 那就是說 任何東西破壞你有的 神就會斥責它 以至它不能夠攻擊你 有些人很怕魔鬼邪靈 經常都說魔鬼攻擊 其實我經常都去跟人說邪靈 我去到什麼地方 我今次去到都有 不是很多 起碼有兩個 是即時在祈禱 即刻就彰顯了 有邪靈的彰顯 也都有很奇妙的 今次的祈禱 其實很奇妙的 喂喂喂 有很奇妙的 經歷聖靈 有機會待會再講 即是先還沒講 他們經歷聖靈 那一刻還沒講 神會斥責 所以我不怕 當你有信心和處理生命 活在神的愛中 根本沒有入下 真是沒有攻擊的 即是走在神的路 就沒有攻擊 當我們忠心奉獻 和將生命獻上 神也都保守我們 不讓任何吞噬者去攻擊我們 還有這些 所有葡萄樹 未熟之前 不會掉果子 即是有些人種樹 可能種種後 未到時候就掉下來 這樣就無法修成了 還有你們會稱為 萬國會稱你為有福 還有你的地 稱為喜樂之地 其實我們都可以被萬國稱為有福 成為喜樂之地 這個我們教會是新建立的 我們求主幫我們成為萬國的祝福 萬國稱我們有福 能夠祝福很多人 將來不只是我去 希望有這麼多人去 也都稱為喜樂之地 成為列國的祝福 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心 神是可以給神用的 無論你的心 神是我願意 每天親近神 處理生命 遵從神 也都在十一奉獻上 是忠心的時候 十一和當立的奉獻上 是忠心的時候 神必然祝福 這個經文字 我們看了就是 耶穌說兩項都要做 公義、憐憫、信神 是應該做 一定做的 更重要 是更重要的這些 但是 另一樣東西 也是不可不幸的 不可以不做 神經都說到 多種的多收 你看這裡 哇 多收成 其實西方 西方國家 進步國家 他們的耕種 譬如中國的耕種 和貧窮的地方 是很不同的 因為他一個人用一個機器 已經收割很多地方 他們照顧很容易的 他們有很多機器 怎樣 可以照顧他們種的東西 是用機器做的 所以非常之有效 神經就講到 小眾的小收 一起讀 《光臨道》後書九一六節 小眾的小收 多眾的多收 者說是真的 個人要除本身所著定的 不要作難 不要連強 因為哪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愛的 神能將各人的恩惠 多多的加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常常中足 能多行各人善事 這個神經很清楚講 就是小眾的小收 當你小眾 你收的就是少 多眾的就是多收 而保樂後面講到什麼呢 就是講到奉獻 就是奉獻 你不是甘心樂意 奉獻是少的時候 你所收的就是少 當然這個就是指你本身的入息 為計算 譬如窮寡父 他所有的兩個小錢 這個是多的奉獻 但是有人很多錢 但是奉獻很少的時候 他就是小眾的小收 多眾的多收 這句話是真實的 是真實的 你多眾的 你收的一定是多的 然後呢 你本心所著定的 你自己所衡量的 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 就是你不要勉強 被迫一定要做 為甚麼呢 因為捐得樂意的人 神喜愛 當你捐得不樂意 你奉獻了是白費的 所以奉獻的時候 你一直感謝神 開開心心奉獻 歡喜的奉獻 金心樂意的奉獻 神是歡喜的 是兩樣加起來 即是說你奉獻的金錢 神歡喜 還有你的歡喜的心 樂意的心 同時都獻上的 神是喜悅兩樣東西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都是一個歡喜的心 還有第八節 這個金句 一起讀 神能將各有的因為 多多的加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 常常充足 能當各有善事 這個金句 其實我很多金句 當他在初勝的時候 我就去練 那時候我托汽水 我就買了一本 石製的金句寶 就放在我的袋裡 有時托汽水空蕩 我就拿來練 這是其中我練的經文 神能將各有的因為 多多加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 常常充足 能當行各有的善事 神將很多的因來給我們 加給我們 叫我們凡事常常充足 神會供應我們 而且能夠有餘 可以當行各有善事 希望大家都 心裡面是神 我更多幫人 善事當然聖經所講到的 主要是做在神福音 傳人福音 還有做到基督徒身上 聖經所講到 因為你們是門徒 而給一杯涼水的 只能不能不得上賜 所以就是說 因為他是基督徒 而做到他身上的 當然我們都做在普通人身上 但我們做的時候 都是向他們傳福音的 這個經文我們記得兩樣 一個就是多眾的多心 還有捐了樂意 都是神歡喜的 所以奉氣的時候 獻上金錢 還有樂意的心 一個歡喜的心 開開心心的心 這樣的時候 兩樣獻上 一個是金錢 一個是歡喜的心 然後一邊就說 這個互動 好像互動的禱告 一邊就說 神很歡喜 其實我們 我鼓勵大家都是這樣 福祉的時候 神很歡喜的 這個是令到我們更加開心的 其實很多人都很不開心 那我今次呢 去到尼比利亞呢 都有人拿起了這種喜樂 我走的時候 之前呢 他們都在那裡 哈利路亞 哈哈哈哈 真的在那裡 開心笑 他們都拿起了 其實我們可以開心的 為什麼不開心呢 其中一樣 我們可以開心 是神給我這個互動的禱告 還有做什麼事都可以互動 我做這個事 神很歡喜 我這樣做 神是開心的 那我一邊奉獻 神很開心 那人更加得力的 我祈禱神又歡喜的 那我祈禱的心就強了 得力也更強 做什麼事都是說 神歡喜的 我們就得力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你幫一個人 現在神很歡喜的 但不是兼禍或 不是我覺得自己厲害的人 不用比較的 所以我現在做 做到他心上 神是很歡喜的 心就開心了 那你做什麼都會有力量 就不會枯乾 求主幫助我們 不枯乾 其實真是 很多基督徒枯乾 我也曾經有不同的牧師 跟我說 牧師傳道枯乾 我也聽過 我中派的領導 牧師 是有精神的憂鬱症 而且整班牧師都知道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見證 但是 他算是開放的 告訴別人 大家都知道 坐著聽著 他已經公開承認 但是立刻說 他得不到這個秘訣 怎樣得到醫治 其中的秘訣 我覺得這個互動的討告 還有 你做什麼 神歡喜的 因為很多人做的時候 看不到火候 每個人都沒有反應 每個人都不聽 那就呼喊了 但是如果我們經常都說 我做這件事 就算沒有反應 神都歡喜 那心就有力 就開心了 做什麼事都說 神歡喜的 有些人說 你怎知道神歡喜 聖經說 你真心做就歡喜 你真心樂意 你真心愛人 神就歡喜 你真心奉獻 就算兩個小前 神都歡喜 這樣的時候 我們便有信心 還有積財在天 你看這些錢 飛上天 這個圖 一起讀 馬太六章十九節 不要為自己積穿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能受壞 咬有賊 或掘孔來偷 只要積穿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受壞 有沒有賊 或掘孔來偷 好了 這裡呢 就是講到 你積財在地 就有蟲子咬能 就是以前那些錢 不過現在的錢都會 蟲子都可以咬紙幣 紙幣可以給蟲子咬 會瘦壞 他們那時候的金屬壞些 所以沒有我們現在那麼好 所以會瘦壞 有賊可以畫 掘孔來偷 今天都會有 那些賊很厲害 你放在那裡 它可以怎樣 畫開地上 把它弄開都可以 而積財在天 天上沒有蟲子咬 又不會瘦壞 還有沒有賊掘孔來偷 即是積存在天上 我曾經講到這個 基督徒所行的義 亦都包括我們的奉獻 只要你將來的奉獻 你記得我曾經講過這個 Henry Grover 他就上天堂見到那個人 那個聖徒 那個徒 因為我們有基督的義 亦都有基督徒所行的義 即是耶穌的義 和基督徒所行的義 一起 那麼他就會發聲 不是聲音 是一種意念 在天堂是用意念 就會發出意念 就是他所有為神而做的事 那麼你們上去天堂 你所有奉獻的錢 就會在這件衣服發聲出來 還有你幫過的人 你怎樣幫助 你都是透過耶穌 因為耶穌推動我們去做 耶穌推動我們去做 所有的一切 都是神所喜悅的 神所喜歡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路奉獻 現在上天是你的錢 現在上天 當然教育也要很小心 教育也要很小心 使用這些錢 就是說 這些錢是神的錢 我們不可以隨意使用 一定是要忠心的使用 也都是千萬不要 即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任何的人取利 除非他是正當的薪金 是不可以取利的 即有什麼地方 如果我們覺得有欠人錢 我們都一定償還 因為聖經講到 如果文詞沒有還清 就不能從那裡出來 所以我們任何的錢 神的錢 我們就要很小心去使用 就是要忠心的 這個互動就是 一邊奉獻的時候 一邊說奉獻已經存在天上了 現在存在天上 神是歡喜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一路深夜 神啊 你歡喜我所奉獻一切 神祝福我們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 一起黑眼睛祈禱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主耶穌幫助我們 不要偷取神的量 因為 如果我們偷人的錢 尚且是很大件事 何況我們偷神的錢 這個是更大件事的 求主耶穌賜給我們悔改的心 因為我們偷取神的錢的時候 就助就可以臨到我們身上 求你幫助我們 真心的富改 真心的 就是神啊 我願意忠心奉獻 在我得牧養的教會裡面 能夠給神去使用 能夠給神去祝福 讓這些金錢成為多人的祝福 成為多人得著福音的途徑 亦都是他生命得改變的途徑 主耶穌幫助我們放下這個巨牌 因為很多人很害怕 我奉獻了就沒有錢 或者 我的人工這麼多錢 奉獻十分之一 數目是很大的 有些人奉獻一個月的錢 可以買很多東西 但這些錢是我們不可以偷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所有不是屬於我們的錢 我們拿了的手 我們有一天 這個錢 我們所欠的錢 可以帶來很大的代價 強制你私人祝福念 我們不可以偷的手 但這時候我想大家 大家欺負一下 這是你向神的動作 你在神的面前 你說神啊 我願意決意 有些人不在這個教會 有些人是你自己教會 無論你是哪個教會 無論你是哪個教會 你願意忠心 在那裏 是十一的奉獻 在你的教會 你得牧養的地方 你哪裏得牧養的 你是十一的奉獻 你願意的 你向神舉起你的手 神啊 我願意 為神的願故 我會這樣做 因為我不敢得罪神 我不敢惹神的怒氣 我願意走在神的路上 忠心得著神祢的祝福 神祢的幫助 神祢的私恩 打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於我們 甚至無處可用 亦都為我們積責和重 和保守我們所做的一切 不會是未到時候 就會掉了那些果子下來 我們所有的 都是帶來神所喜悅的果子 多謝祢福 多謝祢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